最近林洞福被爆出来他在开出租车,而且还是在上海,大家都夸赞他为人非常的随和,而且看起来也非常的和蔼,在当天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和蓝色的裤子,脚上踩着一双白色的鞋子,戴着黑色的帽子,看起来一身打扮非常的休闲,还在帮乘客去主动的搬行李,一点也没有比心的架子。 虽然他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了,但是却看起来状态很好,身子骨也很硬朗,虽然不能够跟年轻人相比,不过现在的状态已经是非常好的了。 他被网友认出来了之后还跟大家打招呼,而且脸上还挂着笑容,看起来心情是非常的好的。 虽然他脸上有很多皱纹,但是看起来却很有气色,可能是大家跟他说让他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,他还连连地点头。 现在很多人都靠出租车生活,而且一般开出租车的人都是中年人,现在他已经64岁了,背也有些驼了,像他这么大的年纪一般都在家里歇着,但是他还是出来开出租车,所以大家也感到奇怪,而拍摄的人说他是想要体验生活。 不过也有人说他是一个很苦俗的人,在平常的打扮中也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,他除了眼线之外还会做很多其他的事情,比如说主织和配音,而且有时候还会画画,可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呀。 正在一位没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